青龙年才刚刚开春 没想到观光业已经是命悬一线了 不只刚刚我们看到了 中国旅游团腰斩 还有老鼠室 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 两手一摊没钱 开不了团还不了钱 你要知道 过年前早就风声出来了 政府为什么你不及早介入 让将近800个人跟着出团 再来他同业之间早已聪明远播 怎么这个人还可以这么多年 继续寄生在江湖 导致于更多更多人出团 更多更多人受害呢 这个年代旅游 也就是美加旅行 甚至这个洞越挖越大 看了吓一跳以为开玩笑 结果一点都笑不出来 观众朋友记得吗 在这个复国岛事件之后 林大军他两度出面跟大家讲什么 他说我没有问题 这是越南方面的问题 讲好了月底才解款 2月26都还没到了 是他那边不按照合约走 我们要告他 要给他求偿 至于旅客的问题 没问题 我们这边会完全善后处理 因为财务OK 讲两次 记者会的第一次第二次 我听说他没问题 那没问题 为什么你不付钱呢 平保协会介入之后 观众朋友 财务困难 就有问题了 以前两次说没问题 第三次变财务困难 我没有办法了 因为呢 我基本上拿不出更多的钱 你等等 平保协会不是白痴的 不是混假的 都是旅游业界里面的高手 都是老前辈了 你等一下 我们知道这里是229位 加起来300人 大概有多少 1000多万 可是你整个出团 还有前后团 加起来你应该这次过年的团 你收了3500万现金吧 那你收了这些钱跑去哪里 你还有一些导游说没拿到钱 你还没有拿点接地团 他们都没有拿到 你接地团你接不到 你当场的winner变成的loser 大家都赎尿尿 你的钱在哪里 在哪里 我就问了一句 你今天所有旅客在现场 还刷了700都换美金的 回到台湾 这些人有没有在出发之前说 我先付1万 回来再付3万 每一个人都要全付嘛 那为什么你就不付 为什么旅客要全付 你就不肯付越南地坚 重点在于 钱收去哪里了 所以呢 基本上 你可能是我胸口永远的洞 我今天一直有洞 我拿了3000 补我之前的3000 然后我这个3000 等下一次下个月的3000 再来补这个3000 永远在补动 所以就财务困难 平保协会抓到重点 要求他赶快处理 结果他说财务困难 那等一下你财务困难 第一个我们虽然要开罚 而且罚不多 只罚81万 很多的消费者就讲说 对了 罚的不高 而且没有限制出去 那如果人处怎么办 不会痛的 你一手手4千万 4千多万 结果一案一罚 我还以为很有魄力 81万而已 所以第一个 财务说没有问题 便有问题 大家担心了嘛 第二个 罚的不多 而且没有限制出去 第三个 俊相哥 最重要的是 平保协会的理事长 他往下一查发现 林大军先生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非常敏感 因为这试涉 美加旅游跟年代旅游 还有林大军先生的声誉嘛 所以他如果有意见 我们都要听他的意见 只是现在目前新闻巴掌 我跟大家报告 平保协会一查发现说 林大军先生 他的户头里面 一直都是零元 不对 我刚刚特别讲了没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个人理财习惯 我会有没有收钱 我会有没有赚钱 因为再怎么讲 一个旅行社的总经理 他应该 户头不会是没有钱吧 怎么不可能啊 所以呢 你要知道 平保协会认为说 等一下 如果一个旅行社的负责人 他的户头一直都是零 他表示 如果有钱我就零走 如果有钱我就零走 至少不要放在我的户头里面 真有纠纷的时候 你也扣不到 这什么心态啊 一有钱就零走 所以我就讲 可能是他个人习惯 或许他讲说 我里面不里面有钱 怎么样 我另外公司有钱 也许啦 但是平保协会 认为林大军先生 他有钱又移走 户头是零元这件事情 可能有蓄意诈欺之嫌 所以也依此对这个旅行社 提出最严厉的批评 好 我刚才讲就是说 两个政府控管的事情 一个是先前 已经风车到这样啊 你怎么没有提出预警 去踩刹车 还是让他出团 第一 第二 回来你人家讲 王阳要补牢 结果罚了巴士以外 他没听呢 再来 我们继续请 委案帮我们拨下去 这个年代旅游 他中间换了好多名字 对 跟过他的团的人 现在一个一个爆出来 早就已经聪明远播了 所以嘛 我刚刚讲的 就这一些东西 都不是正常的迹象 户头里面零块 也不是一般人 然后呢 劣迹斑斑 总有机可循 过去都没有吗 还真有 现在有消费者出面爆料 这个消费者的说法 可能之后也要跟 尼大军来对 那个勾击一下 消费者说什么 民众爆料说 我们就找他 而且呢 我们是高档的 马尔地夫团 一家12个人 付多少钱 200万 不少哦 这高档的 就一个人这样加起来 就要将近 20万 就四几万 18万左右 我们付了这些钱 当然不是说多高级 但至少没有 是低于市价 那我们付了200万的团备 去到马尔地夫以后呢 我们在饭店直接 饭店把我们人扣住了 不让我们住 又来了 又来了 跟越南很像 就发现模式是一样的 因为饭店的时候 对不起 你们帮你们 带店的旅行社 根本没有把你们的房款 给付过来 只付了三成 那剩下七成 对不起 请你跟我刷完 不然我们不会让你住 那在马尔地夫 那个都是在 那个海上的 岛上的这些小饭店 那么漂亮 我不刷 难道我还搭飞机走吗 我搭船走吗 也没飞机 所以这种纠纷 现在有民众传出来 另外就是说 那过去这么多一年以来 我们讲 他叫年代旅游 对不对 可是他又叫 美加旅行社 他之前的名字呢 又一直换来换去 那时候他叫做林世龙 而且当时呢 就有欠款 而且还被告 所以后来呢 就把林世龙三个证 名字改成林大军 好 今天齐悦来到我们现场 齐悦可能是第一个 遇见这个结果的人 他已经告诉我们 他会被平保协会出会 被踢出去 踢出去之后 你就获不了后面靠山的保障 然后你最后呢 就变成压倒落头 最后一根稻草 齐悦来告诉我们 如果你真的像你广告上说的 我用打造晶圆半导体的方式 打造这一家优质的年代旅游 那我扣连一有钱就移走 这是什么心态 而这样的心态之下 你怎么还开得出这场记者会说 我的财务没有问题 基本上林大军 他呢在整个业界的风声 确实是非常糟糕的 就是满嘴跑火车 怎么说呢 这个林大军原来 他是借私还魂的这个旅行社 什么叫借私还魂 他呢之前在2011年的时候 用创世纪旅游 当时已经在里面 他在2011年的时候旅游制 这个旅行社旅游制 那旅游制呢 他这个倒闭了 倒闭了之后还欠了很多钱 手法的如出一尊 包括什么欠同行 还有一家目前上市规公司 也被他欠到一百多万 最后告他 还有整个判决下来 问题是呢 这些种种纠纷都一样 他手法永远都是呢 我收了你的钱 我就不帮你做 或者说我只付给你一点点 该还你只还一点点 或者说呢 我今天报了名旅行团 之前也有判例哦 是有那个去巴厘岛 要去海岛度假结婚的新人 付了他39万多 这么多钱 结果呢 跟他要机票 要旅馆的住房都要不到 什么都要不到 要不到最后人家问他 他就说他没有钱 没有钱就是去告他 告他之后呢 拿到什么 拿到判决书的公司呢 他最后就放倒掉 放倒掉之后呢 那他怎么样 还可以这样 戒指还回 很简单 他就改名 以前叫林世龙 现在叫林大军 然后呢 他买这一家美加旅行 这是买来的 买来的时候 可能我就举个例子 可能呢 这个美加旅行 原本的负责人 叫做黄伟翰 黄伟翰不想做了 就卖给林大军 他林大军呢 叫人家 另外一个人呢 去给他买 买了之后 整个名字过完了 再过一两年之后 再过回到林大军 而且林大军换人了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一百万的订阅 我给他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扣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 订阅一百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 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您 感谢您